不能主持你那个记者会 我如果主持你那个记者会 而且我跟你讲 我会一直哭一直哭 我没有办法讲话 我就会想起我女儿的事情 然后想到你的事 我没有办法主持 晚安我的生意这个书的记者会 想想 对 我问一下校尾 因为事情的过程 你大概了解很多细节 是的 我很想帮很多观众朋友问一件事情 开始出现反对的声音 是在管周明已经被选 林选委员选上了之后 还是之前 之后 所以之前都没有杂音 没有 也没有人说 他曾经担任过 跟林选委员之一 有所谓校友带的三个人 其中一个叫蔡明星 富邦的独立董事 从来没有人挑选这个 挑这个问题出来 challenge过对不对 没有 而且其实那是一个公开的资讯 头版头条 大家知道 那个 管周明是 台湾大哥大的独斗 因为其实是在一个报纸上 有登出来过 其实当站在 很多人都站在上面 就自由时报的 头版头条 当时是为了希望他熟悉 是吗 不是不是 那是在更早之前 连管周明 要来参选 这个校长 都没有发生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事件 其实在我们林选委员里面 有部分人知道 有部分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秘密 那重点是 从来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 从来不是一个issue 反而是issue的是 我们在里面 有人是中研院院长 有人是中研院副院长 是有林选委员 跟候选人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台大的校长 有一个人 是中研院的副院长 但是林选委员里头 有中研院的院长 而且这个副院长 是他挑选的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 你该不该利益回避 对不对 反而是这个议题跑出来 然后最后他有回避吗 没有 因为我们如果按照法规上面来讲 并没有这一条 我们只有讲说三等亲不行 夫妻不行 但是并没有这一条 所以我们依法上面 我们不能够让这个林委卸任 那但是每一个人心中 事实上都觉得 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是不妥当的 事实上认识蔡明星的很多人 我再不好意思讲了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政治观伏是亲律的 对不对 他们说他哥哥蔡明忠 跟蓝军关系比较好 其实也没有 他跟阿比关系也很好 然后呢 可能兄弟两个半 也不同的角色 我把他说穿了 也很可能是弟弟就真的 比较喜欢民主进度党 他应该不是喜欢管中民吧 而且台湾大哥大 或是富邦这种 独立独立这种东西 很多其实是 他们是完全很可能是就 有些是政府 有些是台北市政府派的 如果是富邦 那如果是台湾大家 可能纯粹就是他看管员的 专业背景 是的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 蔡明星也非常倒霉 说真话 因为他在整个过程中间 就是依法行事 然后到最后 其实我知道的是 政府也有用一些方式 叫他不要投管中民 那然后最终的结果是 他也受到了一些警告跟惩罚 据我所知 其实在当时他想要瓦解 就是事情发生之后 想要瓦解这个林学委员会 因为那是最好的方式 一瓦解 我们的选举就无效 蔡明星就说我辞职 对不对 他们其实希望蔡明星辞职 但是我觉得我也很敬佩 我们这位学长 他其实就坚持在理念 他坚持的是一个理念 后来他也跟我分享 他说他是一个基督徒 他说我们只有把这件事情 交托给神 他说因为在人 没有办法做得到 那但是他坚持 他不能够退位 因为一退位就是输了 我觉得他太善良了 他说我们是人 我只有把这件事情 交托给老天 来公平地对待人 因为我们现在跟一堆鬼 刚刚校围讲到说 他一选上之后 其实他们要反对他 结果一反对他 当然这些读懂子 是其中一个理由 但是我觉得 我后来在整理书的时候 整个比较看清楚 他的整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要把 管宗敏打倒 第一个就是他的声望打倒 让他自己挫败 所以对他展开各种人生污蔑 人生攻击 各种污蔑 泼脏水 从报纸到电视台 到谈话节目 乃至于各种媒体等等 就是要把他公道 我看到你整理了很多人跟名字 这里头有很多人是以前野百合的人 对 这是搞啥 因为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野百合 因为野百合运动这一群人 他们有一个特征 他们其实是在解除戒严之后 很安全的从事反抗运动 对 第一个我要告诉你 他们没有坐牢的风险 他们没有被退学的风险 这跟李文中他们那一辈 完全不同 跟我跟杨渡在大学的时刻 我们要去坐牢 或者是你要被整得很厉害 像我是不断的要失业 是完全不同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这本书里头 它是什么 讽刺小说吗 它是讽刺小说还是真实事件 全部是真实事件 如果你仔细看会变成恐怖小说 不是 就觉得人性的恐怖小说 你怎么可能对自己的青春这样背叛 那我讲恐怖小说是说 是说你看他第一次要对付管宗敏 真的是差点把他弄死 因为管宗敏那时候会得到一种 类似于近乎一种忧郁症的感觉 就是说他如果晚上躺下去的时候 会会有一种自闷感 因为太多的压迫 让他不知道明天早上醒过来 看到的讯息是什么 新的脏水新的攻击 所以你知道他晚上躺下去 会喘气喘不过气 突然坐起来 然后坐起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 有几个月的时间文件 他都是只能够坐着这样睡觉 背后靠着那种棉被 或者枕头这样斜靠着睡觉 学者太脆弱了 就是脸皮不够厚 什么狗屁我不同情 我不是不同情 管宗敏我只是说管宗敏以前没有对抗过威权体制 所以在我眼中他太脆弱了 就是太太洁净 所以你看他最后 他洁净我很洁净啊 不是 你这样说 好吧 我们打过仗的就觉得不怕了 说真的他真的太没有经过这一个 听到中国时报你想看我一天 天天在留在报纸上几个月几年啊 什么鬼啊 你天天被打你知道吗 对啊 天天被打 真的 然后怎么样 什么都说 而且什么都说 你不只是还有很多人格的攻击等等 对不对 对你 这个连我的胸部都攻击 好光荣 好吧 你看管宗敏有像我这种气魄吗 他不是爷儿们 我才是爷儿们 我叫欠爷儿们 他是管小爷儿 我现在是正式篡慧 天大爷儿 我知道有没有女巫 女巫有没有出脱 有有有 我讲这句话不是要批评管宗敏 我是要告诉他说 你人生不经过这件事情 你就不会长大 那你长大的时间太晚了 我还能做下个问题 我还是要变得一跟我中央